明星演唱会上的趣事,周杰伦遇到假粉丝,他掐大腿忍笑唱完整首歌。 大家应该都知道不管是音乐会还是演唱会,可能都是一个音乐人的梦想,而且对于音乐迷来说,听现场较之听唱片或者网络版又有大的不同,很多时候爱一首歌需要消化时候就会静静地听,而喜欢一个歌星或者想感受现场氛围则是会选择到演唱会上听。 当然,在现场听歌除了能感受极强的音乐氛围之外,最大的好处还有就是能更近距离接触到歌星,运气好的甚至还能要到歌星的亲笔签名。 其中也会发生一些比较搞笑的趣事,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吧。 罗志强,早前,罗志强在演唱会上遭遇升降台故障,意外被卡住,无法上升也无法下降。 就在十分尴尬之际,露出半颗头的罗志强搞笑说,是要我露出半颗头跟大家唱歌是吗?随后又说,舞台不把我升起来是什么意思? 视频曝光后引发网友爆笑,直夸罗志强巧妙化解了尴尬。 王菲,2004年王菲北京演唱会就出现了一个啼笑皆非的小插曲。 当晚,王菲在演唱道那些花儿是可能由于太投入,高跟鞋突然断了,但还是依然唱主歌。 这一幕让全场几万人大笑,王菲顺巧就把高跟鞋朝舞台下抛了出去。 王菲唱完走下舞台依然说了一句,带会裙子不会开吧。 周杰伦,曾在杭州演唱会上,当演唱会进行到进行到歌迷点歌的环节,一位自称小千女的歌迷点了一首《算什么男人》公开dis。 他的前男友长得愁颜也瞎,我还是祝福他。 让天王周杰伦都说我第一次遇到这么特别的点歌。 虽然后来这位小仙女被扒出是假粉,微博关注了几百号人里面没有一个人跟杰伦有关系的,也没有关注周杰伦的微博。 只是经纪公司安排他去炒作,在演唱会结束后,他自爆微博账号,疯狂吸粉了十多万。 张学友,前段时间,时隔七年,再次来到了南昌,举办了演唱会,南昌国体中心人满为患,对于张学友的到来大家都非常的激动。 老人,小孩,家庭主妇什么样的人都有,包括犯法的歌迷,但是却在张学友的演唱会上,民警抓获了一名涉嫌经济案件的网上载逃人员敖某。 据了解,当时的敖某正津津有味地观赏歌神张学友的演唱会,歌迷和歌神的之间的气氛也是极其融洽,然而就在这时,民警通过智慧安保人像识别功能成功地锁定了敖某的行踪,被抓死的敖某也是一脸惊讶,据敖某交代,当时的他根本不会想到警察会在数万人中找到他。 戴佩咪,前些日子在武汉演唱会演唱成名歌曲,怎样,时,和粉丝互动,将麦克风转给台下男歌迷接唱,想不想。 看到该位子男子的歌喉相当惊人,超级走音,让戴佩咪当场睁大眼睛,一脸震惊,该名歌迷看到他的表情后,也笑得唱不下去。 戴佩咪接唱后笑了一阵子,然后使劲掐大腿,捏手臂才忍笑唱完,他表示很开心,出道18年第一次掐住大腿唱歌。 看了这些明星演唱会的趣事,你对此怎么看呢?